大家好,我是阿柯 如果你的越野車放了一段時間 那會變得比較難發 然後我這邊有幾個小技巧 分享給各位,讓你的車會比較好發一點 如果你的越野車跟我一樣是2T的 然後也是浴魂的 我這邊有幾個小技巧 可以讓你的車 比較好發一點 我所謂的放一陣子是 可能放幾個禮拜或是一兩個月 但是如果你的車放了將近一年 那我建議你先把化油器拆下來 洗乾淨之後再發車 第一步,在發動車子之前 我會先搖一下車身 讓油箱裡的機油跟汽油可以均勻混合 因為你在停一段時間後 機油會沉澱在油箱的底部 這時候把車身傾倒 然後讓化油器裡面的油 流出來 因為化油器裡的汽油揮發之後 裡面會有比較高濃度的機油 所以把機油濃度比較高的汽油 先讓它流出來 在發動的時候 氣缸會比較好燃燒 採發之前 把Q-NEW拉起來 然後清採幾下 讓化油器的油先噴一些 到氣缸裡潤滑 這時候找到活塞的喪失點 技巧是踩下去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卡住的感覺 那就是喪失點 踩下去之前 我會微微開著油門 大概是5%的油門 然後踩下去的同時 補一下油門 呵呵呵呵 我來吃 以上是我分享的一些技巧 看起來有點麻煩 不過這也是我的習慣 如果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下一部影片 我會拍 如何挑選 中古的越野車 如果對下一部影片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然後關注我下一部影片 謝謝大家